你跟他是講話投機嗎 我跟他因為我們以前小時候是 大學的時候我在夜店打工認識他的 然後那他是我夜店打工的前輩 所以他是主管 那所以關於玩樂啊喝酒這種東西 他懂很多 那小時候我其實 我其實從小到大都不認真念書 然後所以說所以我才會 師大老考 我那時候我是推真上的 對我有做作品集喔 但是我真的自己做的 對 然後所以我就 因為就嚮往他就是那種 就是每天出去吃喝玩樂的生活 我覺得那個是就是在 我這種學校的人體會不到的 所以我那時候才會很想跟他交往 那他的確也帶我玩了很多 很多我這個學校的人比較少玩的東西 比方說 就是他也有帶我去釣釣蝦啊 賭賭博什麼之類的 就是都有 釣蝦很有趣啊 沒有他還有帶去酒店玩啊 什麼之類的 真的真的就是 有在理容樂院那邊也去參觀過嗎 都有去按摩啊什麼的 就是真的是有帶我去了解了 那個不一樣的世界 其實還蠻好玩的 你知道嗎 我有一次我記得應該是 啊晚上什麼路不重要 我就開過去 開車的時候 啊又有點塞車 我看到一個男生也是長得蠻帥的 他還戴一副黑框的眼鏡還蠻年輕的 應該我想二十六七歲左右 啊你知道那種趴車的小弟 就是有他們的固定的穿著 可是那種穿著就讓你覺得那個衣服有點髒髒的 啊但是沒有很很整齊 但是他就是必須要穿那個制服 你知道他那個台子上面就寫趴車兩個字 對不對好然後呢他旁邊有張椅子 然後他就嘴上咬了一根牙籤 然後那個腳就翹翹 好像喔 然後就在等車子 就是這樣大概就是這樣 我相信喔他不是如果不是做那個行業 他的氣質就不是這樣 他必須要他必須要投入那個行業的氣質 人家就會覺得啊你是趴車小弟 然後會把車子交給你 每個行業有每個行業的氣質 前面還有一個燒金座人的湯啊 對對對 好這樣 OK 那是你追他還是他追你 我追他的 嗯 你追他的 對而且我那時候還是他的小三 就他其實有個正攻女友 嗯 對然後他的女友是跟他 他的女友也是在Talking Bar上班 所以就是等於是他們的氣質是比較相近的 可是我那時候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喜歡他 所以他為什麼喜歡你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喜歡我反正 因為他主動啊 因為他可以跟別人講說我有個空姐女友啊 可能吧 可是我是先跟他交往 不要以為我是趴車小弟喔 我是有跟空姐女友的喔 我覺得那個男生的想法 你不會是趴車小弟 你至少現在升到趴車的主管 主管啊 趴車領班啊 所以他後來就選擇跟我交往 好像其實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啦 所以他後來就選擇跟我交往 可能跟我交往比較體面的感覺 對啊 那你在講話他都聽懂嗎 我們那時候不會講什麼太高聲的話 會久就好了 純粹就是玩樂 玩樂而已 但是我到後來就有發現就是是 一直這樣子下去沒有辦法 如果我們倆真的考慮要到結婚 要有未來的話這樣子不行 對然後總不能我們永遠都是在靠我的薪水 在養他吧 對啊 所以我就跟他分手了 那你有帶他去你的同學面前亮相嗎 我有過 然後但是就真的覺得有一點 拿不住檯面 他沒有什麼話可以跟別人講 就是因為我的朋友就是空姐界的人 大家都比較會保持一點形象 然後所以我們就算私底下喜歡玩 可是我們表面上也不會跟大家說 我就是喜歡去喝酒幹嘛的 比較不會 那他可能一出場 就大概就是那個樣子的感覺 那一出場就那個樣子 所以大家可能就會覺得 我也不知道要跟你聊什麼這樣 對然後他也不喜歡去我的朋友的聚會 所以我後來就 那你有去過他朋友的聚會嗎 有啊有啊 然後我都在裡面如魚得水啊 對啊 因為大家只要就是 基本上我這個工作的人 就是在任何場合 大家都會覺得就是 還蠻有趣的 就是可以很希望你來這樣 所以很OK 但是他就沒有辦法進入我的世界這樣 那你爸媽知道這個人嗎 知道然後但是就是也是很反對啊 很反對 對 那你們交往多久 我們交往了三年 很久的 很久呢 很久很久 對 啊 怎麼可能 那他 因為很難分啊 所以很久啊 他最大的長處是什麼 最大的長處 講不出來 就是最大的長處 我覺得他蠻能逗我開心的啦 對就是 他會就是 這個人還是算是蠻有趣的啦 就是講就是會講一些可能比較 好玩的話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反正大概是這樣子啊 好玩的話講來聽聽嘛 八大裡面很多東西大家聽不到嘛 應該就是說 其實他跟他的男朋友其實是兩個很不一樣的世界 我覺得兩個人對彼此都有一種互補的一種吸引力 我覺得 然後尤其就是說 你不要看你這個 你說你在這個你的空間範圍裡面 他可能走不進你的世界裡面 其實不是他走不進去 他根本就不想走進去你那個世界 因為以他的感覺 我剛好我也有認識一些 就是比如八大行業的一些朋友 尤其是越那種資深的那些人 我發現他們都有一種 就覺得這個世界上 其實大家對他們只是有偏見的 所以呢 他其實 對某些他相對 不應該說是自卑感 就是說他覺得他那些地方他不會去 他不會自討美去 對 就是他不會去那個環境的 但是這樣的一群人 我的經驗就是說 這樣的一群人反而可以讓我們 這個不同世界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一種 好像學生一樣吸收到一些東西 就是我們有一些框架也被打破的 其實他們也不是一無是處 反而他們有很多特點是很吸引人的 那 你知道有天龍山溫暖嗎 不知道 你不知道 這樣很可惜啊 天龍山溫暖 天龍山溫暖在台北市很有名 因為火災兩次嘛 對 兩次嘛 以後 你其實好好跟他交往 搞不好以後是大天龍山溫暖的老闆娘 真的嗎 也來不及了 因為他現在也結婚生子了 真的嗎 對 就是他還蠻厲害的 因為他大概就發現我差不多想要跟他分手的時候 他就先再去劈腿下一個了這樣 這就是他一直一貫的模式 就是他基本上都是一直在靠女生來養他 我後來也知道就是他跟前女友在一起的時候 也幾乎都是前女友在負擔他的生活 然後就是再轉移到我身上 然後就是啊我快要跟他分手 他就再跳到下一個人 那他會有暴力傾向嗎 他不會暴力傾向 可是他就是會常常喝醉酒的時候 他就會就是會躺在路邊這樣 然後就會全身被洗劫一口 然後或者是有時候我們吵架 他不會揍我 可是他會去揍路人 哈哈哈哈 他真的會 真的真的 他真的會去揍路人 不會揍你就去揍路人 或是車子可能剛好經過 然後就這樣拍人家車窗幹嘛 然後因為可能我們兩個在不高興 然後他就拍人家車窗 然後人家就搖下車窗 然後就是有點那種你要跟我對幹的感覺 這樣然後他就是又俗辣就又退下去了這樣 然後人家車子就開走了 然後我就說你幹嘛這樣 反正每一次我們吵架都這樣 對他不會弄我 可是他就會弄別人 真的真的